上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AR 上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AR 是我斯推出的一款针对上肢康复训练的设备 它根据康复医学理论、人机合作、机器人原理 及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 实时模拟人体上肢运动规律 AR由机器本体、计算机系统、控制系统三部分组成 它适用于中风、脑血管畸形、严重脑外伤、其他神经系统疾病造成上肢功能障碍 手术后恢复上肢功能等患者 产品主要是针对上肢肢体功能障碍患者进行的上肢康复训练 实时模拟人体上肢运动规律 它具有可调节上肢康复评估、智能反馈系统、情景互动、负重系统等功能 患者可以在计算机虚拟环境中完成多关节或单关节康复训练 与传统训练比较提高了患者训练的乐趣、注意力和主动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2 使用步骤 第一步 机器开机、电脑开机 确保机器的四个脚轮固定锁住 第二步 固定患者坐定在椅子上 防止身体待长运动 让患侧手臂自然伸直 根据患者身高调节机体高度 调节负重调节器 第三步 调节上臂、前臂 握力不减长度 使人的上肢关节与机械臂活动关节相对应 手能自然握住握力器 然后绑好上臂跟前臂绑带 第四步 打开软件主界面 点击选择患者 对于第一次使用的患者 点击注册 点添加输入患者姓名、年龄、选择性别、激励等级 是根据患者激励进行设定 完成后点击保存 第五步 选择患者登录后 进入评估系统 点击开始 进行关节评估 选择肩关节内收外展 根据提示 打开肩关节锁扣 评估完后 锁定肩关节 选择肩关节前驱进行评估 选择肘关节曲曲评估 根据提示 打开肘关节锁扣 评估完 锁定肘关节 选择持绕 旋前旋后评估 根据提示 打开持绕锁扣 评估完 锁定持绕关节 选择握力评估 评估完成后 点击停止 保存 点击评估报告 可供打印 系统是根据患者的评估值 自动生成游戏的活动范围 点击返回 进入主界面 第六步 点击训练设置 握力设置 可根据患者需要设置握力大小 不可超过评估握力值 如不需要训练握力或患者无握力 可设置为零 单个游戏的时间设定 根据患者的康复程度来设定游戏难度 选择低 中 高 设置完成返回主界面 第七步 进入训练 一文游戏主要是针对单关节游戏训练 点击游戏后选择训练关节 确定后解开相应的关节锁扣 让患者进行训练 游戏界面下方有训练时间 游戏反馈等信息图便于治疗师了解 游戏结束后有成绩反馈 提高患者积极性 二维游戏是多关节协调性的训练 进行二维训练时 要将关节锁扣都打开 三维游戏是训练多关节活动同时 锻炼患者的空间思维能力 同样要将关节锁扣都打开 第八步 训练结束之后 点击训练信息 输入患者编号或姓名 可以查询患者训练成绩与历史记录 供治疗师、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了解 第九步 锁好各个关节锁扣 解开绑带 将患者移开 关闭设备电源 把手臂整体移动到主机的另一侧 松开肩关节锁扣 将机械臂整体、护块、上臂绑带 移至另一侧 把两处绕齿关节处、肘关节处信号线松开 拧下把柄 把握力部件抽出 把手关节手柄拧开 取下前臂 换成另一支前臂 然后拧紧手柄 把握力部件插上 拧上前臂把柄 红点对红点 再接上两处信号线 装上握力部件 拧上把柄 在使用上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时 请注意以下事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患者实现幸福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